当我第一次听到要久久爱这个剧名时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剧名简直比那些满大街的网红打卡店还要俗气 透着一股浓浓的工业糖精味 我甚至一度怀疑这剧是不是就是那种无脑甜宠剧 只为了撒狗粮而存在 但当我真正坐下来观看这部剧时 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不得不说这剧名确实容易令人误判 乍一看下意识就会认为这是一部千篇一律的另外偶像剧 随后变弃之如糟粕 但实际上要久久爱是一部年代青春情像戏 讲述的是从2008年开始的疫情年轻人的成长故事 更离谱的是它的前一版名称199爱 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剧名与剧情的不符 就像是一份菜单上写着家常便饭 结果端上桌的却是一道道精心喷制的佳肴 虽然惊喜但也让人不禁想吐槽 这剧名真是糟蹋了一部好剧 不过剧名虽然让人诟病 但要久久爱的剧情和角色刻画却让人眼前一亮 他用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航天城六人组在青春岁月中的奋斗 挣扎和爱情 剧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纠葛 都极具时代感和代入感 除了戏份最多的黄英子和蒋衣外 其他人物同样的刻画同样栩栩如生 例如朱颜曼兹饰演的方明宇一角 他的成长烦恼性格塑造以及与其他角色的互动 都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立体和丰满 方明宇这个角色 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青春时期都可能遇到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成绩好 性格乖巧 但内心却充满了压力和挣扎 剧中有一场戏让我印象深刻 方明宇因为忘带钥匙去找母亲 结果因为学习成绩退步 被正在打麻将的母亲在朋友面前说教了一通 母亲的话像真一样刺进了她的心里 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这场戏不仅展现了方明宇内心的脆弱和挣扎 也揭示了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除了方明宇 剧中还有其他角色同样让人感同身受 如单亲环境下长大被母亲寄予厚望的装片 被母亲抛下以心爱之人挤在宿舍的官昌 一直坚定吵着闷想迈进的蓝衣飞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遭遇 她们的喜怒哀乐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当然这部剧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杨子和范淳淳作为主演虽然表现可圈可点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出戏 例如杨子虽不是四五十岁的老阿姨 但出演高中生仍是不小的挑战 而范淳淳目前的哭戏等表演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此外剧集的叙事节奏有时也稍显拖沓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观众往往更喜欢紧凑、刺激的剧情 而要九九爱却用一种温吞的叙事方式 展现了年代青春的故事 当然这种叙事方式虽不太符合现代快餐食口味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了年代感和青春的细腻温暖 总的来说要九九爱这部剧虽然被剧名糟蹋了 但剧集本身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了年代青春的故事 唤起了观众对过往青春的缅怀和共鸣 剧中的角色形象鲜明、立体 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情感纠葛都让人感同身受 虽然有些小缺陷 但整体来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剧集 对此大火怎么看?优质作者榜